游戏进入了一个新的关卡 西雅图 第一天 而西雅图是华盛顿州最大的城市 它不是那个华盛顿特区 它是在美国的最西北部 和加拿大是接壤的 I didn't even think I just... I just ran in there, grabbed his gun and... I shot the guy in the face How old were you? 14 How old were you when you first killed someone? We talking infected? No Fully conscious... Non-Fungal person 10 Wow What happened? Guy was coming at my mom I stabbed him Shit He got me beat Yeah, I'm a real badass. So how lost are we? Uh, we're not. Uh-huh. Hey, have a little faith. What about those crazy cannibals you said you and Joel ran into? They came after you guys once. Maybe these WLFs are connected to them. No. Didn't seem like the same group. Maybe those black market smugglers back in Boston? Do you not? Joel crossed a lot of people. I'm guessing. Okay. At least until we find out more information. 之前Tommy的那个小镇杰克逊镇应该是在怀俄明州. 他们一路到西雅图最少走了一千多公里. Ellie, cars. Yeah, I'm getting close. Start keeping an eye out. Got it. 经过了一片森林,有车的痕迹. 在这里,可以拿到第一个设计品. If you could have one super power, what would it be? Probably... Invisibility? Strong choice. Is that what you can spy on me? Yeah, that's exactly it. 你还不如许许愿,来多点弹药. 跟着车流走。 在途径的路上,有一间房子,门是开着的。 在这里的板上面有一个设计品,在这个抽屉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设计品,一张地图。 这一面是西雅图的大地图。 我不会让你闪到的这一面。 门口的这个抽屉里面,在这个难度下是没东西的。 在这边的水平价格位置有点 going on. 最好有什么东西吗? 公路到这里就中断了 因为这边原本是一个高架桥 桥被炸断了 左边这边可以看见 整个车子掉了下来 这画面真的是没的是吧 特别是打开HDR之后 真舒服 在这片区域有三个手机品 先看看这边的文字 Wolf擅自入内格杀勿论 然后可以记个笔记 他们口中的Fedri 读音不知道对不对 中文翻译过来是联邦救灾署 就是联邦的人 所以是正规金 而Wolf类似于这片区域的游击队 或者说一些生存者吧 先把少量的这些补给 该拿到哪里呢 然后从这边下去 有东西可以拿破布 再趴一下就出去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把一些收集品拿一下 因为我做全收集嘛 实际上难度大很多 联邦救灾署 联邦救灾几个 正规君 以后我们聊呢 就聊它正规君 这样解说起来方便一点 有一封信 抵达大门后去找一个叫做基兰的士兵 告诉他是我派你去的 把东西给他 他就会让你进入墙的另一边 祝你好运 然后进入第二所房子 这个呢是在一带里面 就有交代过的感染者的四种阶段 普通的一阶段就是跑者 二阶段就是潜伏者 三阶段就是完全失明 听力敏锐 一阶段和三阶段 我们都已经见过了 二阶段呢现在还没出来 然后还有一个四阶段的 壮壮 特别壮的 学特别厚的一种基因 这个区域的东西呢 就已经拿完了 然后我们要利用这边 有一个梯子 爬到高墙上面去 Dina Hey Help me up here I'll keep an eye out Just see if you can get the gate open from the other side Sounds good 我还记得三年前 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说这咋进去啊 估计逛了半天 然后第一次我录流程的弹幕呢 我都不敢看 肯定被人骂死了 是那么菜 对不对 初剑嘛 对不对 这种游戏初剑有一半以上是看剧情 当时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感触 我也感受到了 试试三年半 重新制作最高难度的流程 我有一次跳跑掉下去了 然后卡在里面完全卡死 然后现在Dina在外边 我们在里面把门给打开 然后先别着急下去 到上面有设计品 还有一些零件 有个卡片 然后有一封信 塞尔达 一旦你的队伍占领了大门 就把他打开 并跟约翰的队伍配合 难民那边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想让任何的政府军活下来 一旦你控制了这个区域 就让难民入境 换取他们对WLF的忠诚 祝你活得九点 一个叫做伊萨克写的信 这个伊萨克后续还会有信件出现 游戏的前期 战斗比较少 特别是视频到现在就没几场战斗 主要是搜刮搜刮东西 敢敢录 但是后面的战斗强度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我录过所有视频里面 难度最高的游戏 如果不是 那也是知意 就真的会卡关你打得没办法的那种 玩过决定难度的观众朋友们是知道的 并且一期节目 少则25分钟 长则35分钟 45分钟 我还保证不死 而且要少受伤 尽量搜刮多的东西 真的有难度 这边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记录了一些密码 在背面 一场大规模的行动即将开始 伊萨克要我们去市区搜刮一点剩余的物资 提到了法院车库远顶去取得汽油 然后回到塞内维纳基地的安全屋 这个车体里没东西 先把发电机给拉起来 先别着急走主线 先从这个角度扔过去 需要利用这个绳子 到这个建筑的上面去 上面有东西可以拿 有设计品 还有补给 先把补给拿掉 然后呢 有一张卡片 然后旁边还有一封信 亲爱的伊萨克 我不应该为别人质疑你的命令 把他们放逐到隔离区的边缘地带 我只是想帮忙 伊萨克 我希望你能看出我的善意 虽然我的表达方式可能不恰当 但我不是故意不尊重 你是表达不恰当 你都滑掉了 最后说 亲爱的伊萨克 如果你能重新考虑我的工作 我将感激不尽 抱歉我之前顶嘴了 最后紧接着是 那不够砖 然后就没写完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我们从这边下去 把绳子给取回来 不应该叫绳子 就叫电线 从这头把线给拽回来 然后到这里把电源给他接上 这扇门就可以打开了 开门 Dina再叫Elly过去 不着急 先把这个电线给他拔下来 然后从这边给他扔过去 然后再去跟Dina对话 之前我们拿了一张纸 上面写了 各式各样的密码 不同的门 对应不同的密码 接下来呢 我们先把电接上 然后开门的时候 就需要使用其中一组密码 好 接上了 你就直接从这边接 在这里 输入密码 因为我是知道是多少的 二 五 一 二 这个车机里没东西 你不信是吧 不信给你们看 没有 没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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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提到了一个塞内维纳的安全屋 和WLF有关 就前面这个 该死的联邦救灾树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要把这扇门给打开 前往前面的那个酒店 汤米不想带艾利出来复处 他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你们自己一起不好吗 你为他想 他为你想 长按触摸板 可以打开地图 WLF就是那个酒店 然后上面写着该死的政府军 那个大门 标的这两个 以及我们现在的所在地 What the hell happened out here I'm guessing the military bombed the shit out of this place Why would they do that They would sometimes destroy parts of the city that were lost to the infected Or to rebels That seems like overkill Well It usually worked On the infected or the rebels Both Shit Believe me You're lucky you didn't grow up in a QZ I'm starting to get that impression I wonder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f I'd stayed I'd probably just become one more asshole soldier No way I can't see you taking orders from anybody Yeah Good point I gotta say I was expecting the Seattle QZ to be a lot more occupied Yeah Maybe they're all hiding at the Seravina How manyWLF you think there are anyway Well At least eight If we're lucky that'll be it We'll be fine We should stay alert Stuck up while we can 在这张地图上 总共有十个问号 本集呢 我会探索其中六个问号 然后野外的一些所有的收集品 我会全部拿到 这里有封信 克林 我听到一个传言 说从来没有人搜查过韦斯特莱克银行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银行里一定塞满了疫情爆发前的补给 我们不妨去看看 如果那里有足够的武器 我们可以把它们拿给几个我认识的家伙 作为交换 我们可以安全地离开这个鬼地方 行动吧兄弟 我没胆子 一个人进去 一个叫做亚伦的人 在这旁边 就是那一所银行 我们上马之后呢 Dina 会跟上来 我们才能走 否则没有办法走 Dina 还有其他的东西 我们可以拿一拿 如果说你不想看收集 实际上看到这儿 你就可以跳过 直接去看下一集了 因为这个章节叫做市中心 更多的是一个小型的开放世界的一些东西的搜刮 在这儿 在这儿有一封信 你们自己玩的时候 多少人认识真真看呢 估计也就看视频的时候 听我读 轻松一点 反正我是这样 罗杰 接着说我们上周五战斗后的事吧 我们明白你的顾虑 也理解你的不情愿 但听我说 我们已经减少救灾署的人数 他们有很多士兵也加入了我们的战斗 我们得知他们计划从隧道流走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可以彻底击垮托雷斯和他的暴徒 如果我们让他们又一次重新集结在一起 我们又会死多少人呢 我们的计划目标必须放在第一位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 很高兴你问了这些问题 这些是领导者每天都要面对的 我为你的成长而感到骄傲 你已经成为了一名合格的战士 将来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领导者 还是那个叫做伊萨克的人 而这个人呢 肯定是Wolf这边的 我以后就WLF 我就简称Wolf了 因为它Wolf本身就跟狼啊 谐音比较像 坦克这边呢 是有东西可以拿的 我们到这片区域来是来找汽油的 下面那个闪着问号的是银行 我们现在先不去 我们下一集会去 汽油呢 它分为汽油和汽油桶 这边呢 就是之前说的圆顶 这边有个镇 汽油分发 这边呢我们暂时先不去 先把野外的可塑瓜的东西啊 补给啊 都给它拿掉 这边有很多联邦救灾署的旗帜 说明原本这片区域呢 在被感染之后啊 他们在这边管理过一段时间 在这边的三楼 有东西可以拿 我们现在是二楼嘛 它要再往上面一层 真是残垣断壁了 被轰炸过 拿了十八个补充品 三个零件 这边呢 有一个超级英雄卡 好 这边就没了 当一个地方搜查完之后啊 艾莉会在地图上做个笔记啊 就说这片区域滑掉啊 我们已经来过了 这是我们搜刮的第三个地方 这边呢 是可以过去的 但是现在先不过去 不着急 我们先去另外一个地方 这里呢 有一扇门 可以进去的 先往前走 之前已经找到了圆顶 而这儿 就是法院 也就是那个纸条上写的 可能有汽油的地方 过来之后呢 先在这边画个问号 或者说了 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是法院 我们下一集再过来 把野外的东西先搜关一下 这边有两发子弹 真的是穷啊 我虽然没有实验过 但是这些可以直接拿的一些补给呢 是固定的 还有一些开抽地的 里面是否有补给呢 会根据我们身上的补给的量啊 它会额外补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到这儿呢 有一个咖啡屋 但是我们先不进去 在旁边的这个 港哨这儿 里面是有东西可以拿的 有七个零件 然后我们要进咖啡屋了 先把一些零件给拿掉 然后这边有发子弹 左轮的 然后有一封信 嘿 戴维斯 去看看沃夫旧安全屋的补给品 可能有点远 但不管多少都有帮助 能带多少就带多少 然后回塞内维纳和我们会合 不用担心汽油 我们会解决 在这外面的桌子上呢 是有一个瓶子的 如果身上没瓶子 就拿一下 然后切出砖头 开门 嗨你好 这里有破布 然后有把钥匙 这把钥匙是一个狗骨头的形状 是宠物店的钥匙 然后出去呢 把门口的这个瓶子啊 给他带上 然后继续拿东西 第一次玩市中心 就是现在的这个开放世界场景的时候 会那种一头雾水 迷路啊 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啊 不知道 我背板背这片区域啊 也背了蛮长时间的 要记清楚 总共多少个 因为这一个关卡 总共有20多个设计品 还有补记品 我要把补记品和设计品 一起都背下来 真蛮赞 必须做笔记 我们也是年近半百的人了 这里面呢 有布 有药 此处发现了一封信 也是一条线索 加文 德里克上一星期 被一扇破窗弄伤了 如果我们没能紧接 带他回塞内维纳 他就会失去该死的腿 我接着在市中心几个地方 存放一些紧急物品 以备不时之需 比如断腿断脚 病毒感染 德里克的状况有益等等 既然你怎样都要往那边走 能不能给我 西二哨站的人补点物资 那边的大门 好几年没用了 不过密码 就是西二的旧密码 这是提示我们 在另外一个区域 有东西可以拿 然后我们就前往那个区域 起码过去 我整个拿东西的这个过程 肯定也是规划过的 在路中间有把斧子 我之所以不拿 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不是囊死了一个 在厕所的吗 如果我们拿上 我们就要废一个耐久 如果不拿 那我们直接小刀囊死 就是这个原因 这边就是刚刚那封信里面提到的东西 使用西二的旧密码 而这边的密码 是零四 五一 然后在这旁边呢 有一个港哨 从这个梯子上去 在右边的这个港哨抽屉里 有一个东西 应该是原本在这边放哨的人 画的一幅画 天堂里的另一天 原本还是很漂亮的 然后先别着急走 这边呢 还可以记录一个笔记 也属于收集品 收集要素之一 日志 然后继续往这边走 这边呢 有一个工作台 这个东西是检查是否被感染了 然后这边呢 可以升机升个东西 我把我的长枪的瞄准镜 给升机升掉了 需要一百点 包括一些设计精度什么的 都需要一些零件 我们先把瞄准镜 给升机升出来 然后呢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 去把斧子给拿掉 还有一本制作手册 它里面有一些东西啊 不单单会在一个地方出现 它可能会在两个地方出现 但是你优先拿哪个呢 第二个地方它就不出现了 就是生怕我们错过了 好 起码走 在这旁边呢 有个唱片店 唱片店里面也有东西可以拿 也有收集品可以拿 但是我们最后进去 我们先到野外 有两个东西给它拿掉 最后来唱片店 在这外边呢 原本是有高架的 立交桥的 我们先到这边来 刚刚拿到一把钥匙 就是在这里边 宠物店 对 提示我们可以进去 但先不着急 我们下一集去 刚刚那个宠物店里面的补给是有变化的 如果我们现在去 会拿到一个短枪的枪袋 就是我们可以两把短枪进行切换 如果我们拿到了另外一把长武器 在银行里面拿到的情况下 拿过之后再去 就可以获得一把强武器的枪弹 然后在这后边 会有一把斧子 应该是会有一个布的 但这次好像没刷出来 没刷出来呢 我们只有按照没刷出来的玩儿 这个时候我的布是没有满的 但是它不给我拿了 它也没有刷出来 存一下挡 读一下挡 应该可能会刷出来 但我就没去刷了 我们现在有三个燃烧瓶 然后用这个绳子 我们从这边挡下去 只有从这边可以到前方的 这个车里边 我拿 按错了 再扔一下 然后按插键下去 下去呢 不要下到底 下到一半 然后按住R1键 在这边摆档 到前面的这个翻掉的车这 有一个制作手册可以拿 保险一点 多当一下 这个制作手册是在我们制作栏的第二栏 可以强化一些近战武器 好了 然后下去 上马 前往野外的最后一个有收集品的地方 这个关卡的收集品有25个 还有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 夹在一起总共30多个 如果我不录制这些搜刮的过程呢 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观众会想 哎 你这子弹哪来的 这个打法 观众如果当攻略看 会发现自己的物资不够 就比较讨厌 这里有辆车 车上面有文字 是写的联邦救灾属的 哎 不动剑呢 绕一圈 绕一圈他就火亮了 看门 哎 看门了 哎 看门了 这边呢有封信 还有一些补给 看一下信上写了啥 那个叫做伊萨克的写的 一切已经就绪 我们将静待时机 一旦我们拦截车队 俘虏联邦救灾属的军官 你就可以离开岗位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明白你面临无数风险 并害怕被发现 感谢你对我们事业的支持 这应该是联邦救灾属的 一个叛变者 把他们引到这里来 但是他同样被伏击了 这是伊萨克来买通他的 然后联邦救灾属的人 准备开车 逃出去 把他没逃出去 这里把桥也给炸掉了 好了 现在呢 该搜刮的东西 在本集该搜刮的东西 就搜刮的差不多了 我们前往最后一个地点 唱片行 我估计啊 自己玩的时候 很难有耐心 把这些文字啊 都给他看清楚 并且在脑子里面给他记住 并且把他串联起来 是吧 把他拖子里面给他 去吧 唱片好像也变成了一个消失的一种店铺 没了 外面见不到唱片好了 都留媒体了 先不着急到里面去弹吉他 这边那有东西可以拿 然后蒂娜会有话说 然后在这后面的角落呢 好像没背清楚 我记得这边是有东西的 但是又没有 砸了也没用 怎么砸都没用 好了 去干正事了 在这一个小房间里面呢 有一把吉他 在这儿 Elly会有一场演出 就少说话 我记得了 再上一次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Zither Harp What was that? Nothing Well, nothing sure sounds nice Remember that night by the bonfire? Yeah Talking away I don't know what I'm to say I'll say anyway Today's another day To find you Shying away And I'll be coming for you Okay Take On me Take Me On I'll be gone In a day or two Needless to say I'm odds and ends But I'll be stumbling away Slowly learn That life is okay Say after me It's no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Take Take On Me Take Me On I'll be gone In a day or two In a day or two You should have kissed me then I wanted to Me too Alright We should keep moving Yeah 至此呢 这一集的搜刮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集就没什么战斗 因为我把战斗全部集中到了下一集 并且和主线故事放在一起 有的观众喜欢看看一些理剧情啊 然后我们打开地图 看一下我们这一集的成果 这张地图总共有十个问号 带圆圈的 是主线任务 我们这一集清理了六个问号 还有一些野外的东西 前方这里就是主线任务之一 但是我们就下一集再去吧 好吧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大家拜拜